为了推动绿能永续教育 台南市政府举办了智慧科技应用创意竞赛 迈入第二年 决赛在今天上午登场 这次总共吸引了40组 来自不同学校科系的学生报名 彼此遭留 现场也吸引了不少民众参观 活动现场内满满人潮 两旁摆着许多作品 吸引不少民众钱来参观 而参赛学生为了让评审更加了解自己的理念 详细介绍 同时也与评审互相交流 经过一番较劲 结果出炉 有两组参赛团队成功夺下金奖 报回4万元奖金 上台领奖兴奋之情全写在脸上 为了推动绿能永续教育 26号上午在沙伦绿能科技示范场 预举办创意竞赛 而今年已经迈入第二年 吸引40组来自不同学校科系的学生组队参加 其中30组挺进决赛 共同争夺高达20万元的总奖金 让我们大专院校的学子 发挥他们的创意 近年来台南市积极推动 近零转型政策 也期待这次透过竞赛 让学生将绿能永续 这抽象的概念具体化 同时更借机培养下一代的 环境永续工作者 我们市场非常重视 环境转型 还有各种永续发展的重要性 智慧科技应用创意竞赛 圆满落幕 学生们不但贡献精彩作品 也再度展现台湾的智慧 与绿能科技竞争力 记者黄富奇台能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